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生活类的话题 也是法律类的话题 这就是呢,我们中国人啊 有的时候会买房自住 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喜欢投资 最喜欢投资的地方呢,就是房子了 有的人呢,他买一个大房子 除了自己住一部分以外呢 经常还会把地下室给他租出去 尤其特别喜欢买那种地下室和上面分门出入那种 然后呢,好方便出租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是钱再多了 怎么投资呀 主要是呢,就喜欢投资房子 因为现在呢,好多的留学生就到北美来 到加拿大呀,或者到美国呀 还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多的留学生 再就是呢,国内的人呢 钱多了,他喜欢旅游 经常会到北美 或者到澳大利亚来旅游 还有呢,我们中国人在国外的中国人 然后呢,钱多了以后呢 就想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也喜欢到处去旅旅游 旅游的时候呢 当然是喜欢住比较又舒适又便宜的地方 这样呢,有一类形式就应运而生了 那就是家庭旅馆 而实际上家庭旅馆这种形式呢 倒也不是纯粹是中国人的发明 那我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想跟大家讲一个 大家呢,在赚钱的时候呢 有的人就会呢 不是很清楚这个法律的规定 就给自己惹来麻烦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呢 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两天 在加拿大的BC省 温哥华那边 刚刚判的一个案件 是我们的中国人的一个女同胞 她姓于,于女士 她呢,就是因为 她不是很清楚这法律 给自己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损失很多的钱 那我就看到呢 今天有一个报纸 它叫Global News 这个媒体 它做了一个报道 说这个BC省的法官呢 判决说 于女士必须向物业缴付 5.2万元的罚款 5万2千加币 很多呀 同时还要向省政府支付 9万元的欠款 5万2再加9万 这一共14万多 谁会拿出来这么多钱啊 她现在呢 有一点她 好像是她拿不出来 所以法庭就判决 如果她再拿不出来 这些钱的话呢 她的房子就要被拍卖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很多人就出租房子 在加拿大呢 这个房子呢 基本上有两类 一类呢是公寓房 一类呢就是house house我们中国人就叫别墅 公寓房大家都知道哈 高层或高或低吧 就是多层的 一般的来说 你起码得有个五六层以上吧 你在里面 如果你就拥有一个单元的话呢 像这样的 它叫公寓楼 还有呢就是 你会拥有从上到下 有楼上有楼下 甚至呢 像在加拿大呢 还会有地下室 在美国呢 一般的也有地下室 可能在美国的南方 没有地下室 我发现呢 在澳大利亚 他们没有地下室 那像这样的呢 就叫别墅 英文里面呢 就叫house 别墅这个名字 听起来呢 就特别的高档 但是呢 实际上house呢 有高档的 有不高档的 这house呢 有这么三种形式吧 一种呢 就是独立的house 你这个房子 你前后左右 都没有邻居 不和别人接 你这个墙 不和任何人接着 就是你自己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 你和一家接着 这种呢 叫半独立 还有一种呢 你就和好多人接着 就是这么一排 这种呢 叫连排别墅 这位渔女士呢 她就买了这个 连排别墅的 其中的这个 一家 一个单元 她买了以后呢 她就把这个别墅啊 她一共是 1700平方尺 1700平方尺呢 基本上相当于 170不到平米 16070平米 那么大 她呢 一共有四个房间 她把这四个房间呢 每一个房间里面 大的房间 她就放上 六张上下铺的床 我不知道是 上下铺 一共加起来 六个床呢 还是说 有六个 这样上下的 一共有12张床 应该是 三张上下铺 一共是六个床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是四张 上下铺的床 还有一个呢 是两张床 还有一个 是三张床 她是把这四个房间呢 就改造成这样了 她每一个床位啊 她收60加币 因为像温哥华 那个地方呢 去的人比较多 中国人去的很多 而且去温哥华呢 还脚比的有钱吧 如果特别有钱 像孟晚舟似的 对吧 孟晚舟当然 她在那有房子了 如果是像孟晚舟 那种级别的 有钱的 不会住这样 她会去住酒店 对吧 就是说 脚比有钱 还不是特别有钱 那去了温哥华以后呢 就会住这样的 一个床是60加币 一个床60加币 我觉得也不少呢 在多伦多 一般的来说 家庭旅馆 一个床 我没有住过 我听说 好像就是30到50 50好像就最多了 她这个呢 就这样的 还60 其实挺多的 那她赚钱不少 对吧 刚才我们都说了 那你一个房间 你搞这么多 说最多可以同时 入住15个人 那你要一天啊 一个床60的话 这15个人 不少钱呢 收入呢 是非常可观了 但是问题就来了 那她邻居呢 就不干了 邻居就投诉她 邻居就说呢 经常是说 孩子半夜被吵醒 那你这个房子里面 住了这么多人 相对来说 你就会比较吵 其实这邻居啊 我觉得有一点挑词啊 再吵 这孩子半夜吵醒啊 吵醒也不见得 是那边住着人啊 如果隔壁人很少 只有一个孩子 或者是 如果有两个半大呢 男孩半大女孩 半大孩子吧 也会很吵的 说呢 他们家孩子经常在半夜 被吵醒 说是还经常在半夜 两三点钟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们家人 搬进搬出 这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下飞机 那飞机呢 半夜的也会有啊 那接来的话 就会进进出出的 说带着大行李 小行李的 说有时候啊 看到人在阳台上喝酒 还吸大麻 因为吸大麻在温哥华 是合法的呀 在加拿大现在 吸大麻是合法的 所以呢 在阳台上能看到 喝酒和吸大麻 然后呢 邻居就给报了警了 然后当地的报纸 也给了报道了 引起来了社会的关注 说是在2017年的 9月份的时候呢 民事法庭就判 这个余女士 让她把这个 短期出租的业务 让她给她关闭了 并且支付物业呢 4600元的罚款 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 物业告了她 这个案子呢 就是这么结的 那如果说她就此 结束 就结束她的业务 她应该也没事了 呛不声的 就应该没事了 但是呢 这位女士 她说呢 她是遭受了几次的 一系列的车祸 说是 不知道怎么能遭受 一系列的车祸呢 你一次车祸就够倒霉了 你还不小心点 结果一系列的车祸 然后导致她的脑部受伤 没有办法工作 因为脑部受伤呢 她说她是 算是一个残疾人士 她就认为呢 她的邻居 还有物业 阻止她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她这种残疾 她就不能去工作 没有收入 如果说不让她来做这生意的话呢 她就认为这个邻居 以及物业 就侵犯了她 作为一个残疾人士的 这个生存权 侵权了 侵犯了她的人权 加拿大是有这个人权法庭的 也不知道谁给她出的主意 她就告上了人权法庭 告她的邻居 还有物业 这个人权法庭呢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 她在2017年的时候 她不是打那个官司吗 她说她在那个官司 那个高等法院那儿呢 已经就提过 关于她这个残疾 这个人权的问题 残疾的问题 那她在那个法庭上呢 加拿大BC省的 那个高等法院呢 已经判过她了 说是她这个残疾呢 是不成立的 人权法庭呢 就认为 在加拿大呢 这个法庭之间的决定 是可以互相采纳的 你在一个法庭 已经诉过了 另外一个法庭 就不要再去诉了 所以呢 就把她这个人权法庭 这个案子呢 就给她驳回了 或者说呢 就不认她有这个残疾 那人权的这案子呢 就给她驳回了 然后呢 这邻居又发现什么呢 不是2017年 那高等法院 已经判了她 让她停止 来做这生意吗 然后他们就发现呢 她还继续在做这个生意 然后又给她告到法庭了 这回给她告到法庭呢 她的问题更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法庭已经判了你 不可以 你必须停止 来做这个生意 然后你又悄悄 就做这个生意 这叫什么呀 这叫藐视法庭啊 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呢 就是法庭判她 这个报道就说呢 她现在已经向法庭 交了罚款5000加币 但是呢 还欠人家 对方的律师费 5.1万元呢 5.1万加币啊 在国外呢 打官司很费钱的 一般的来说呢 你尽量不要get involved 不要就是牵扯到 这个诉讼纠纷当中去 这是为什么 我以前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有评论过郭文贵 但是郭文贵呢 她就起诉了很多人 然后她还在她的视频里面 她威胁 说那个韩梅 我也要起诉她 后来呢 我就算了 我就不提过 我们贵三个字 为什么呀 有的人呢 跟我说 哎你还怕她吗 你不是说 你不侵犯她的权利吗 对呀 是 我没有侵犯她的权利 我只不过是评价一些案件 我并没有说 有什么事实 她有什么事实 揭露她 我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揭露她 所以她诉我呢 我是不会输的 但是你要知道 那她要诉我的话 我去应诉 对不对 那我还要请律师啊 那如果我举证的话 那我还要翻译啊 就各种的费用吧 那到最后呢 如果我赢了这个诉讼以后呢 法庭她会判说 我所有的费用就由郭文贵来承担 就好像这位于女士哈 就是说她输了这个官司 她要支付对方的那个律师费 以及所有的费用 那我要是赢了这个官司的话 郭文贵她应该负担我的律师费 以及我其他的费用 但是 但是 你如果关注过郭文贵的话 郭文贵她说她一无所有 她什么也没有 她把她的财产全部都转移了 她说她是一个穷光蛋 她一天到晚的 吃香的喝辣的 花天酒地的 对不对 那她说她都是借的钱 那你这样的一个人 我即便是跟她打赢了官司 我也拿不回钱来啊 我自己还付出了很多 对不对 在北美 你打官司的话 很费钱的 你像这于女士 要负担人家那个物业公司的 那个律师费 就有五万多加币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 所以说 在北美 这个打官司 是富人玩的一个游戏 穷人你是玩不起的 对吧 现在这位于女士呢 他就是 你看他现在 折腾了半天 他就是 你要想出租你这房子的话 你先搞清楚啊 你要说你出租你这个房子 你不合法 你这个房子应该是自住的 你不应该出租 法律都有一些规定 就是你跟别人 share的话 是一个什么规定 你可以出租多少 如果你不跟他住 你把整个的房子 你出租 然后呢 这些都有规定 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不同的规定 你必须得在你那个城市 你问清楚了 然后你这个省的规定 你问清楚了 一般的来说 你出租房的这个呢 它不会是一个 联邦的法律来规范你 一般的来说 都是城市 或者是你这个省 在美国就是你这个州 来规范你 反正无论如何 你将这种商业行为 你事先都要打听清楚了呀 还有呢 就是你起诉 你也得打听清楚了呀 你起诉说 侵犯你的人权 你说你发生车祸 然后你自己是一个残疾 你首先你是残疾 你得去鉴定吧 你把那个鉴定报告 如果你以前 因为某种原因 你拿福利 或者什么的那种原因 你鉴定过 你是残疾人士 有把握你行啊 然后你也没有 那种鉴定的结果 然后你愣说 你是残疾人士 结果打了半天官司 鉴定结果 拿过来以后 法庭又不跟你认 那你这个官司 输了以后呢 你不担你自己 付出了律师费 对方的律师费 你还得负担呢 再说了 如果你出租这个房子 你按法律来说 你就不应该出租 他不会因为说 哎 你是个残疾人 这个按照出租的 这个法律呢 不该出租 就网开一面吧 你就出租的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不要老是拿呢 国内人的那种思维方式 国内呢 好多人是这么想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 尤其推特里面 一天到晚都铺天盖地的 都是国内那些负面的 一些视频啊 什么的哈 我在推特里面就有看到 就是国内呢 他们那些城管 他去执法的时候 有的人呢 他就仗着 他是残疾人 然后呢 他就跟着耍赖 就说 哎 你看那城管 都把那个残疾人的 那个摊都给收了 你要是在北美 你这个地方 你不应该摆摊 你这个房子 不应该出租 就算是 你是残疾人 你也照样不可以出租 照样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拿那种 那个刺猬 在推特里面 他们一天到晚 就发这些呢 为什么能挑起来 一些个棉份 就是大家会认为说 哇 连残疾人都打 连残疾人的摊都给抢了 都给拆了 有没有一点良心呢 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铁石心肠 你知道吗 虎狼执法 什么的 他就很容易挑起来 大家不懂法律的人呢 就会对政府 对城管 对警察 激起来一种仇恨 好 我说这件事情呢 我就希望啊 大家能有一个 一根弦 有一个法律的意识 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要打听清楚 我看这里面描述啊 就这位余女士 她属于那种 比较偏激的那种 说是人家就是中文的 这些媒体去报道啊 这媒体 甭管是谁 如果是接触到她的时候呢 她就是很那种态度啊 这里面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Global News就报道说 余女士呢 拒绝采访要求 之前当她被问及此案的时候呢 她一直都是一个挑衅的态度 就是我说呢 不冷静 偏激 法盲 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呢 是弱势群体 然后呢 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 都应该绕着她走 实际上在法治社会 不会是这样的 其实那些警察呀 城管呀 政府那些执法部门呀 当你违法的时候 当你是违法的时候 西方的这些执法部门 比中国的执法部门 更加的残酷无情 他们是不会对你手软的 大家一定一定要 头脑清楚 冷静 冷静客观的处理事情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